首先第一个你们到我的那个 先抓一下我这个板 我们把它装起来之后的话 记得有几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安装的时候我是建议 因为它预设的环境是装在C碟底下 User时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么一长串 所以建议不要用预设的 不然你将来会找不到 你装到哪里去 因为它装到横里面去了 有没有 C碟底下的一串 我是建议你干脆 所以一请你把C改成D 为什么因为假设你电脑环境会还原的话 那你如果还原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让它还原 第二个的话呢 目录部分请你中间这一串都不要 目录这些都不要 所以装到哪里 低叠的跟目录底下叫Python363就好 就这样就OK了 那以后的话呢 我们执行就是到这个环境就OK 所以特别需要 一请你要选什么 手动去安装路径 所以将来要设定一个location 就是一个目录给它 低叠底下的这个目录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在这个地方打勾 增加一个那个 它的一个Pace 那这个Pace实际上就将来 我们会安装外部的套件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Pace 安装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如果没打勾的话呢 以后安装的时候会找不到路径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装完之后的话 它其实呢 会给你写程式的地方 那你要怎么去测试呢 这边就可以测试了 不过你光看到这个环境 可能就晕倒了 这程式 如果你要以后在这边写程式 这个是文字模 那个DOS底下的环境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假设你今天呢 在这个里面写程式 其实非常痛苦 而且写不了什么程式 所以希望能够简单又快乐的写程式呢 可能呢 要需要一个整合型的开发环境 那这个所谓整合型开发环境呢 为什么用这一套 因为这一套第一个 它是只有软体 第二个呢 它已经行之多年 里面的话呢 其实它可以开发很多东西 所以把它 如果你要找它的话 基本上就是到那个Google里面搜寻 叫Eclipse 那它的网址其实就是www.eclips.org 它是一个 它不是点COM 它是点那个ORG 那这一家公司 其实最早是IBM的子公司 后来IBM把它无偿的捐出来 给大家使用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download 如果你到Home里面 Home里面的话 里面就可以进来download download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download的版本 建议是用32的会比较好 因为Python好像是32位元的 如果32的它又支援32 也支援64 但如果你是64 可能在32的环境就不能用了 另外呢 Eclipse有个优点 就是呢 它是免安装的版本 免安装就是下载解压 它说打开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蛮重要的 那我是建议你进来之后 选那个什么呢 download packages 不要选这个 选下面这个 进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你要32的还是64的 记得选32的 不过如果你电脑是64代也没关系吧 反正就找一个环境就对了 里面的话呢 它这边会让你选择 你要装的是哪一个版本啊 是for Java的啊 还是for虚加加的啊 还是for PHP的啊 有没有刚同学问PHP 其实拿这个来开发也非常OK 然后呢 有没有for Python的呢 你会发现哦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for Python 对不对 可是我又希望能够拿它来开发怎么办 没关系 你先找一个 它的档案大小比较小 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大 就300多嘛 你找哪一个最小 100多的 哪一个 180的 有没有 那就找这个好了 它可以for Java 也就是说它可以拿来开发 Java 不过呢 如果你要拿来开发Python 也可以啊 你就挂一个什么呢 Python的外挂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开发了 那我在那个 网方里面是下载这一个 306 那你要怎么使用它呢 待会会讲一下 所以这两个东西 那首先第一个 我先把Python装起来 点两下 选择制定安装 我不要选这个哦 然后打勾一下 这个打勾 这个安装 然后呢 NAS一下 这把这些都装起来 它包含它的 Documentation 它文件也帮你装了 如果你要自己去网络上 看的话 你就不要装了 不过我想理论上就全部装 再来最重要是这里哦 你的路径 有没有 location哦 它原来路径是这么一长创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一把C叠改成D叠 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些中间的目录名称都删掉 留下什么呢 就是Python的3632 然后按一个install就可以了 我不确定我这里面是不是已经装过了 我看一下我那个 在D叠底下 如果已经装过我把它砍掉 然后可以重新再来过 这边的话我是 这边有没有36 这不是C叠 糟糕 没有D叠 没有D叠 那就装C叠好了 算了 我这个先把它砍掉 因为我为了要练习 给各位看一下 居然没有D叠 好吧 就装C叠好了 好 那我们就装到C叠底下的这个位置 所以以后呢 我的Python都在这里哦 OK 把它install一下 它就跑一下下 反正就把该装的装一装 另外的话呢 它会帮你建立一个它的开发环境 就阳春版的开发环境 那如果我已经装好之后呢 我要怎么确认说它可以被执行呢 其实你可以怎样 利用那个云端上面做个测试 测试什么呢 就是这边有个语法 假设A等于3 B等于5 然后Sum等于A加B 所以我产生了三个变数 A B上 那你把结果print出来 print上它就会出现你要的结果 有没有把它print出来 它会出现8 另外你也可以print什么 Hello World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就是秀出一个 且程式开始第一堂课 Hello World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们也是如法套置 好 安装成功的 对不对 按Close 再来的话呢 我们确认一下 我的python 是都已经装好了 理论上的话呢 它会在这边 出现一个python的群组吧 所以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找一下 python出现了 那里面它提供给你什么 这个有个idle 其实在这边写也可以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32位元这边也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边写 比这个好一点 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试一下 它就是在这边可以开发 那你怎么开发 a 直接a 负以一个变数叫a 初始值就是5 它这个时候在记忆体里面 有个a等于5了 b等于3好了 那sum这个变数里面呢 等于a加b 就把a加b放过去 那请你帮我print 所以把这个结果print print 刮糊 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3.6以后的版本 3.X的版本是刮糊 但如果2.X的版本不是刮糊 是没有刮糊的 写法不一样 那我们把sum给print出来刮糊 OK Enter会怎么样 结果是多少 Enter8就出来了 可不可以在这边写程式呢 复杂一点也可以写 可是我想你应该不会想要在这边写 因为存档就够 可不可以存档可以存档啊 可是很麻烦 那另外的话呢 再把什么呢 也许你就print 而且你会发现print你要完整打完 如果在Eclipse 很方便打个P 刮糊 刮糊就出来了 然后你刮糊呢 自动会帮你提示你要打什么 相当方便 这里是完全没有 你要把完全的东西 然后呢 要打hello.word好了 hello.word一样哦 字串的话 记得是什么呢 记得是前后双引号 不过特别注意一下 在那个 python很特别一点 就是说 它的字串 你可以用什么 双引号 也可以用单引号 都可以 但问题 像我的习惯 以前写VBA 一定是用双引号 那怎么办 干脆就沿用算了 以后我就一律就记 双引号就好 不过你会发现书里面写的都单引号 不管啊 反正管它什么单引号 或者是我的习惯 如果我用别人程式 第一个先把它取代掉 全部取代成双引号就好 那很麻烦 有的时候地方又是单引号 有的时候又是双引号 你把它Enter会怎么样 hello.word出来了 ok这样程式就写完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写了两段程式了 这边跟这边 ok 你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的网页 但是问题来了 你这样写 以后要写复杂的东西怎么写 辛苦了 真的 可不可以写 可以 只是说没有人这样写 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什么 比较好的开发环境 就我刚刚讲的Eclipse 我刚刚已经把环境下载了 所以怎么去使用它 第一个呢 请你去下载Java的 因为它的档案最小 但是问题它是for Java的 所以怎么办呢 第二步的话呢 把它先下载之后 然后做什么呢 这个我刚刚这个 Eclipse Java 你把它先按右键 解压缩 解压缩它因为它是免安装版本 是一个环保的一个软体 不用安装 那我把它解压缩到这个目录好了 我把它解到桌面上好了 压缩完之后呢 打开就OK了 你会发现解出来之后呢 它会帮我放到这边 在这里 跑到这边来 放这里好了 这个哦 所以其实刚刚应该解压缩字 它会多一个目录 直接把Eclipse打开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环保的软体 但是问题哦 它现在呢只能开发Java 还不能开发Python 所以怎么办呢 打开之后它会问你说 Workspace 请问一下你将来写的程式要放哪里啊 我建议你把那个C底下 这个也许Workspace把它改一下 也许改成什么 改成叫Python 也许名称的话叫Python底线好了 看一下 不过我这个目录好像之前已经有 有用过了 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有一个目录是这个的话 在C底底下 有个Python的Workspace 那我干脆把它改成一个2好了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我建议 这样子 区隔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写的程式可以全部放这里 也就是你的专案还有你的程式 记得位置按OK 这样的话我就进到这个环境里面了 那目前呢只能够写Java的程式 如果要让它变成可以写Python的程式 第一个你可能会需要把它打开 它有Valcom 所以你把Valcom关掉 好 这样的话这就开发环境了 OK 不过它是英文版本 OK 目前没有中文版 但你要把它变中文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它有个中文中语化 就是中文化的语系档 不过大家应该目前还不需要 看英文好了 先这样 如果有需要再跟我讲 我也可以把它变中文的 那再来的话要做什么呢 目前你File里面有个New New的话就新增专案 目前的专案只能新增Java的专案 所以我们会希望呢 它能够变成可以开发Python的专案 特别是有专案的话比较好管理 不然的话你以前像有人用记事本写 或者记事本加加写 有没有用 你们可以YouTube里面找 有很多人在教学 他们的环境就是用 用记事本加加写 当然也可以写啦 只是写不了大东西 写小东西可以 写大的东西就无法整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 可以开发什么 开发那个Python的专案 第一个请你到help里面 去做一个什么呢 install new software 特别注意哦 我如果要装什么 装一个新的Python的外挂的话 请你到这边找一下 help install ok 那install要什么install 特别注意哦 其实很简单哦 这边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后呢我要装什么东西呢 装一个Python的外挂 可是那个东西在哪里哦 其实呢你只要找到我云端上面 下面我就会告诉你他的网址 所以你把这个网址 Ctrl C Ctrl V到哪里呢 到这边啦 反正你把它贴上就好 然后呢 add一下 不是跟这样 应该是先add啦 add之后的话呢 把name跟location都贴上好了 其实name你主要是这个location name你当然可以随便打一个 如果我习惯两个都贴一样 ok 接下来呢他会到这个网站里面呢 去帮你把那个Python的外挂找到 有没有 这边有个叫PythonPy有没有 DIF开发用的 这个跟这个都把它打勾 反正按个net 再来的话呢 不过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啦 他可能就是在把这些东西下载下来 不过等一下就比较担心了 因为网路频宽 这就有点麻烦了 没关系 反正就给他跑一下 那应该也 我记得好像不会跑太久 可是他有点时间啦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跑到这里 然后呢 再到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Python的环境里面 可以把刚刚的练习一下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